古丹催花技术 古丹花大色艳 素有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等美誉 唯我国名花之醉 是国际上久不盛名的花卉 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彩 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冬季牡丹催花在规模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全国每年用于催花的苗木超过一百万株 催出的花除供当地观赏销售外 还大量消亡港 澳及东南亚地区 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催花质量 则成为提高花的观赏价值和增加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 据调查 各种激素的变化规律 在技术上研习老的催花方式 从而催出的花不仅成花率低且花体小 色浅 花茎弱 叶小 叶薄 颜色黄 或无叶 并且 斩叶和开花都较迟 致使催花中期较长 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催花技术使得大部分催花苗木催花过后便死亡 从而浪费了大量的牡丹资源 牡丹催花技术既是针对以上问题 经过多年研究探索取得了满意的催花效果 催出的花不仅成花率高 花茎大 而且花色正 花柄粗壮 使其叶大 色绿 叶片厚 生长适强 萌动和开花绞藻 橙花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 并且 牡丹苗催花后可继续生长 大大节约了牡丹资源 减少了浪费 牡丹苗木的选择 在每年的阴历十月中下旬 选择猪形紧凑 枝条健壮光滑 整齐均匀 且花芽肥大 充实饱满 无病虫害 猪灵最好在四至六年 且应具有六至八个枝条 每枝条应有一至两个花芽 器具和药品 器具 土质的桃盆 喷雾器 小型喷枪 棉絮 塑料布 塑料薄膜等 花开完全后 可将其移入彩色盆中 以增加观赏价值 药品 小型喷雾 子 催花前应配置如下药品 银朵钉酸主要用于生根 赤霉素用于保护花蕾 提高橙花率 并增加花的色泽 碳酸氢二钾可促使叶面伸展 多效作有利于撞苗和调整花期 叶面肥、人份尿、美国二氨等 主要为加强营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催花 洗苗、栽质和蓄冷低温的处理 提苗时先挑选并做好标记 然后用稻草柴绕植株保护花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苗旁乔出后 江苗旁乔出的流石 抖净土,减去病根,坏根和断根 土壤用营养丰富的复制土 运回温室后,用银朵丁酸净根30秒钟 银朵丁酸净土 之后移栽于桃盆内 银朵丁酸净土 栽质时要注意肉质根之间天石腐之土 在地上开深40厘米宽50厘米的钩 将盆依次摆放于沟内 盆周围及上面浮移较厚的落叶、稻草等保温材料 然后浇一次透水 干后再添些土 轻轻倒时再浇少许水 以使根与土壤密切结合 接着,用粘射土将枝根基部及枝刹间填石并高齐 以一直根部芽的蒙发 即保持枝条湿度 然后用宽50至60厘米 中间开有10至15厘米狭缝的塑料布 将花盆罩住 注意开口要与沟内花盆一一对应 让枝条从霞缝中伸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塑料布紧贴落叶 最后用土将塑料布四周压住 目的是保持地温促进生根 周围及上面浮移较厚的落叶稻草等保温材料 栽植十五至二十天后再浇少量水 直接从枝条中间塑料布匣缝中浇入即可 一定要清 以避免是根与土壤分离 栽植后及时减去病枝、残枝、无花枝及瘦弱的枝条 将上树处理好的花在室外经受三十天左右的自然低温处理 蓄冷低温一方面是促使地上部花芽打破休眠 另一方面是促进地下部蒙发新根 促成新的根系 温室催花 每年的阴历十一月中下旬将牡丹花苗移入温室进行催花 进温室前 首先用甲醛熏蒸和多菌磷喷洒进行温室消毒 温室温度 夜间以十五至二十度 白天以二十二至二十八度为夷 进入温室后第一天应立即浇一遍大水 第二天浇人份尿或适宜浓度的二氨等肥水 对经受自然低温不足的花芽 用尽有药液的棉絮将芽包起 外面再复以急搏制塑料搏膜 二十四至三十六小时后解开 此时牙记忆萌发 第一周管理 进入温室后第一周 每天用赤霉素喷牙及枝干四次 为二至三天视盆中土的干湿情况浇一次透水 此周期内大部分花芽既已萌动 要及时去除生长示弱的芽 原则上是每枝上只留一个发育良好的芽 第二周管理 首先用多菌磷对植株及温室消毒一次 然后立即浇一遍人分尿等肥水 每天用清水喷洒芽及枝干四次 每二至三天晚上喷洒含有适宜浓度的以稀利一次 并注意向温室地面及四周玻璃上洒水 二至四天浇一遍大水 第三周管理 管理基本上同第二周 另外每一至两天晚上交替喷洒液面肥 加大洒水量 进一步提高空气湿度以利于斩液 如有条件可增加光照 同时加强消毒 并根据花蕾 液生长状况 喷湿多效座已利于状苗 第四周管理 管理基本上同第三周 另外每天用喷雾器喷洒芽及枝干两次 再使用一次多效座 主要用于调整花漆及延长花漆 在此期间将没有花芽或花芽弱的枝条剪去 以增加观赏价值 第五周管理 本周初即应有部分的花开放 其他管理同第四周 此间可停止使用页面肥 多效座 催花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催花过程中 环境温度的控制 对花的发育非常关键 温度是冬季温室催花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温室空气温度或高 而采取通冷空气的方式降温时 不可开侧窗 让冷空气正面直吹直住 应开顶窗 整个催花过程 最即冷空直吹 进入温室后的第二周 是成花的关键期 如在此期间突然遭遇低温 就会导致整个花枝停止发育 以后再升高温度也不会生长 故而此期间要切实加强养护 并及时摘除发育不好的芽 花含苓待放时 我初放后